文理有這個小黃瓜的小皮 我們問阿巴老師 他的小黃瓜小皮有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一大一大 好像就這樣子乾乾的 然後這個腰有表面 稍微有一個白無白無 有的人說是不是疫病 是不是這個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有兩種情形 這個第一個有可能是漏困 但是我們常常說它叫做急性漏困 那麼為什麼叫做急性漏困 因為它有可能是這個細菌性的 一個這個 攪拌柄 在這個櫃子裡面 它很少漏困 但是 它是由於那個所謂的地方吸去的 所以我們要用漏困的油 因為沒辦法去自己判定說 除非你去送檢 送檢不是檢測不準 為什麼檢測不準 因為 我們採的樣品有可能 到那時候 因為 沒有那麼容易驗 所以 有時候 雖然說喪嚴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但是 還是會有一定的一個難點 啊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這個漏困的一個油 你一定要做這個處理 漏水浸檔 但是因為這是為 那個地方吸去 我們為效益 那個地方吸去 他就有可能是一個 啊 這種 這個 啊 這種細菌性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早上的人叫做 急性漏困 他很急性漏困 那麼 但是呢 事實上 他是一種的一個細菌性的病害 那麼 所以呢 這可能要和我們好朋友 先知道一下 但是有時候 啊 這個也沒辦法那麼 啊 那年輕盈 所以我們漏困的油一樣 啊 我也是繼續跟他這個油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加這個 啊 這種 保利美術啦 這個就是抗生素 這個油 這個有的叫做細菌性 啊 特別他會說 因為這個東西 他有一個攪拌 那有的人說叫做細菌性斑點 這個不太一定 所以 看天氣的一個變法 所以你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目前我還是建議說 你和這個 漏困油 但是一定要加這個 這種細菌性的這個油 來 來營 這個 這種呢 因為有時候這個 這個 比較要緊 因為這個有時候 這個頂點頂點 你看看這個油 翻到後面 應該先 一點一點 什麼叫 濕水噴到 這 這種呢 這就很有可能 這在暗的時候 還有一角一角 所以你這個 有陸菌病 然後又有一個是細菌性攪拌病 這 在櫃子裡面 一個這個這個 細菌性的這個 鴿鴿鴿鴿鴿鴿鴿 這次比較容易發生有漏水 還有有溫度 然後晚上呢 漏水不搭 所以你在吻水 不可以吻太暗 這開始要改變你吻水的這個 這個習慣 有的話我在冰凍沒差 也是要的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溫度管 也是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是這樣 所以你在用藥的時候 這就是把這個 這個放下去 大概就能夠把它壓住 這個 這不是說很難做 只是說有時候 我們就是都不去做這樣 所以你用保利美術 用這個 加勢美術 這種都會塞 這個 多保鏈美術 這種 還是說染一點點 當這個 那麼可以控制 就能夠去壓制住 修改低調的 這樣 這是一個 比較要緊的 一個 這個 所在 所以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好 那麼 在這段時間 比較容易發生 因為 你如果正經大熱的時候 大熱的時候 要看到這種平 比較好看 因為熱的時候 他通常是漏困 他一點點 他就嚇到 他的細菌 他發展的速度 會很快 所以 根本不會有三行攪拌 你整個頭 那種 魚子就很暖 所以 你看不出來 那個 現在這個 在這段時間 剛好 這個 有溫度 但是那個溫度不是太高 他 不是溫度 在降下來 所以那個細菌發展的速度 會慢 所以那個平板出來 就這樣 一大一大 很性漏困 所以 實際上 這種是一個細菌性攪拌病 以前 我們在做回歸的時候 農油店都說 那個急性的漏困 有時候他嚴重起來 你那增增 油怎麼增不上 一定暖 這暖的速度很快 那時候 賣掉 這油都溫不上去 最後再給他 這個企劃賣一下 這樣 所以呢 這個效果 這個還不錯 這個東西大概是這樣 這個遭用的風險 只要把他控制住 他就很快 就能夠把他 壓制得住 但是 他就很快 你如果沒去把他處理 你沒去處理他 這個 他在中間的速度很快 這個天氣 當然你如果冷 他就還沒了 如果熱的時候 那麼有可能 就 就一次 那麼 也出現到一種的 這個問題 所以就讓我們 提前朋友 希望做這個了解 這有可能 你的可能就是乳菌病 還有細菌性的這個攪拌病 所以記得 就加一點點這個東西來 可以 那麼大概呢 就 效果就可以了 所以呢 目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且讓我們好朋友 希望做這個了解 嗯